大家好,我是海文 今天我要试驾的车型呢 应该说在中国的汽车市场 有它特殊的地位 它的国产和畅销呢 直接带忘了中国的SUV市场 同时呢 它国产的近20年时间里面 一直都是SUV的销量前列 它就是我身边的这个 第六代东风本田CRV 在外观设计上呢 我认为第六代CRV呢 可以说是史上最帅的一台CRV 它整体的设计造型呢 跟前两代相比 可以说是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首先你前两看过去 就可以感觉到 它整体的线条呢 是更加的笔直刚毅了 同时呢 这个大尺寸的中网呢 内部是带有一个网格式的设计 这在此前的本田车系当中呢 并不多见 那新一代的本田车系呢 就有很多这种 采用全新家族脸谱的一个设计 再看一下两侧 这个细长的前大灯 这个也是历代CRV当中 最为细长瑞丽的一个前大灯 使得整车的这个前脸造型 看起来呢 会更有一个运动时尚的风格 它上方呢 是带有这个LED灯带 同样非常的笔直 跟前隔山这一条横贯车头的一个 镀隔式条呢 是相融合在一起的 拉伸的整车的一个视觉宽度 那在车头这个前风挡玻璃上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用于驾驶辅助系统的 这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呢 是服务于最新版本的Honda Sensing的 它的这个照射广角呢 是达到了90度 前雷达的这个探测范围呢 也达到了120度 所以呢 它整车的这个主动安全表现呢 是比老款呢 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同时呢 这一台车在年底呢 还会提供这个Honda Sensing 360的一个版本 在驾驶辅助功能上面呢 有更好的一个提升 来到车身侧面呢 可以看到它整个线条呢 依旧是非常的笔直刚毅的 车身的尺寸上面呢 车身长度呢 是超过了4米7 它的轴距呢 也是达到了2701毫米 长度和轴距都是要明显超越第五代车型的 使得它整车看起来呢 是要比第五代车型呢 是要大了一圈的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高腰线的设计 也非常的笔直 这条腰线呢 是从车头这里 前大灯一直延续 到了尾灯这里结束 使得侧面看起来呢 车身非常的修长 在轮胎配置方面呢 我们这一台是7座的高配车型 它采用的是来自于米其林的 浩越3ST轮胎 这是一个比较注重舒适静音的轮胎配置 那尺寸方面 它的尺寸是23560R18 搭配的是18英寸的多幅式铝合金轮圈 那还有一个5座的低配版本 它采用的是来自于 邓路浦的SP Sport Max 050系列轮胎 那那个搭配的是17英寸的轮圈 那如果放在这个车身上面呢 我觉得还是18英寸的轮圈呢 看起来会更显得动感一点 那17英寸呢 可能会稍微小气了一点 来到车身的尾部呢 可以看到最醒目的地方呢 就是这一个L型的尾灯 这个尾灯呢 除了跟低驻箱结合的 这有一个大L以外呢 它向中间也延伸了两个小的L型 所以呢 它这个点亮效果呢 是非常醒目的 我们这一台是采用了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 所以它的下包围 这里可以看到 采用了双边共两处的一个排气口布局 尾标这里呢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240 Turbo 这是一个扭矩近视值的标识 说明它采用的是1.5T的发动机 扭矩呢 是接近240牛米 整车的外观呢 我觉得应该说是它的亮点之一 设计上呢 更加的硬朗 同时呢 这个简约的线条呢 相比线款来说 看起来更加的时尚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到车内 去看一下它车内的表现 进到车内呢 应该说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整体的类似设计呢 就是跟思域呢 基本上是同款的 也是这个三幅式的方向盘 搭配这个蜂窝状的贯穿式空调出风口 还有悬浮式的屏幕 但配置上面呢 它有一定的提升 比如说它这个悬浮屏幕呢 采用的是10.1英寸的 也有这个全液晶的仪表盘和HUD抬头显示 另外呢 它在一些多媒体系统的配置方面也是有所提升的 据说高配的车型还带有这个12扬声器的Boss音响的 还有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 这些都是比较高端的配置 这个多媒体系统呢 是采用了10.1英寸的屏幕 然后它的软件呢 是HONDA CONNECT 3.0的系统的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界面呢 很简单 操作呢 也足够的流畅 在这个制导互联系统呢 是支持这个云厅天猫精灵 还有在线实施导航的功能的 另外在手机互联方面 我们的试驾车呢 都是有提供这个百度的CarLife功能 但是没有看到支持苹果CarPlay的一个车型 在乘坐空间方面呢 我身高1米7 我把最调到最低的情况下呢 我的头部还有一拳 两指的一个余量 在储物格方面呢 你看中控台的底部这里呢 有一个比较宽大的一个储物槽 同时呢 它左侧这里还带有这个无线充电的功能 所以放置手机呢 是非常方便的 在挡把后方区域呢 这里有一个杯架 左右两侧的杯架呢 都是带有这个线位的 所以可以放置不同尺寸的水平 杯架后方呢 也有个储物槽 放置钥匙等一些小件的物品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它这个中央扶手箱的这个容积啊 应该说是同级别最大的了 上面呢 有个小隔板 隔板下面可以看到 我们放置了整整十只的 这个容积是358毫升的一个水平 这里面可以放下十只 来到第二排乘坐呢 首先它这个第二排座椅呢 是支持四六分离放倒 而且呢 它是可以前后移动达到19厘米的 我把座椅调到最前的情况下呢 前面是我的座椅 然后我的腿部呢 大概还有一拳的一个余量 那我如果把它移到最后的情况下呢 腿部的空间呢 就非常的宽敞了 是有两拳多的 同时呢 它这个靠背呢 也是支持多角度调节的 我调到最后的情况下呢 整个人是可以以一个半躺的姿势去乘坐的 长途出行的时候呢 会比较的舒适 另外在配置方面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台七座的高配车型呢 是有全景天窗 空调出风口和两个USB接口的 同时呢 它这个座椅的ISOFIX接口呢 也是采用这种开放式的设计 所以呢 安装儿童座椅呢 是非常方便的 简单来说 在第二排的乘坐体验呢 是没什么好挑剔的 下面呢 我们进入第三排去体验一下 首先呢 它这个第二排座椅呢 是可以一键折叠往前靠的 那进去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地台比较高 所以呢 上去呢 不是特别的方便 然后进到第三排乘坐呢 首先在这个空间方面呢 我的头部还有一指的一个余量 是刚好够用的 然后这个第二排座椅呢 是我调到了 我在第二排乘坐 腿部还有一拳四指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呢 第二排我的腿部空间呢 还大概剩下三指的一个余量 同时它这个第二排的这个坐垫呢 是高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的腿部呢 是弯曲比较的明显 不适合长期乘坐的 所以对于第三排乘客来说 可能更适合青少年乘坐 或者是成年人短时间的乘坐 应急使用 打开后备箱之后呢 可以看到在满座的情况下 七座的时候呢 它的后备箱呢 并不大 但是呢 也可以放下这一种 比较大的一个相机包 同时呢 它放倒了第三排座椅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形成了一个比较开阔的平面 那这里有一个小台阶 它通过这一个挡板呢 是可以把它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平面的 所以这样子呢 就很适合放置一些大件的物品 那另外呢 CRV呢 还带有一个延时关闭的功能 它这个尾门这里有一个按键 按下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物品拿走之后 这个尾门才会自己关闭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体验一下全新CRV的驾程感受 首先开起来之后呢 给我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方向盘呢 还是比较轻柔的 它在低速的时候呢 转向很轻松 车身呢 也比较的灵活 所以呢 即便是女性去开的话呢 也不会显得吃力 这台1.5T发动机 搭配CVT变速箱呢 整个动力系统 其实在私域上面呢 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 应该说呢 放在全新CRV上面呢 它从静止到起步阶段呢 它的动力输出是很平顺自然的 车速的提升呢 也很线性 所以在城市路况下面呢 你能很轻松的去掌控车速 但当车速上升到60公里每小时以后 你再想要加速的话呢 可能它这个加速的反应啊 或者是动力输出啊 就少了一点爆发力 比如说你是切换到了S档 然后呢 你全油门加速 你都是先听到发动机的轰鸣 然后呢 车速呢 才会逐渐的提上来 所以它整个动力调校呢 就不是那种很偏向运动 和激烈操控的风格的 更加适合你以一个比较休闲 比较轻松自在的一个心态去驾驶 而当车速上升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之后呢 这台车在高速的稳定性呢 给了我比较好的一个印象 因为这个方向盘呢 它是随着车速的增加 它会越来越沉稳的 而且呢 这个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 它对风噪的意志也是比本田 以往的车型呢 做的稍微好一点 就不会有太过明显的一个风噪 传入到车内 在底盘和转向方面呢 这台车在高速变现的时候呢 应该说这个底盘响应的 也是足够的直接和迅速 车身呢 不会有过多的晃动 在弯道当中呢 全家对车身的支撑呢 也是比较到位的 所以它能够把侧倾控制在一个 比较合理的范围 不会让你感觉太过晃 对于路面上一些坑洼路段的一些 滤震表现呢 我认为也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虽然它能够保留的一定的路感 告诉你这条路呢 并不算很平坦 但是呢 它对这种稀碎震动的过滤呢 也是比较到位 让你乘坐起来 不会感觉到特别的颠簸 而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减速带 或者是坑洼路况的时候呢 它处理这种大的振幅 也是比较的干脆 通过的时候呢 能够干脆利落的把它处理掉 不会有让车身有过多的晃动 另外还有一点呢 是要值得表扬一下的是 这台车在刹车性能方面呢 给我留下比较好的印象 就在各种车速下面 它对减速的效果呢 都是非常好的 自动力的分配呢 比较均匀 所以呢 你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呢 它能够比较线性均匀的去减速 能够让你对车速呢 做到收放自如 另外呢 再说一下这台车的驾驶辅助系统 那它提供了 基本上是能够达到12级别的驾驶辅助系统 能够支持ACC 自信巡航 还有这个车道保持和主动刹车 还有盲区监测这样的一些功能 在你高速的时候呢 开启了这一套 Honda Sensing的这一个驾驶辅助系统之后呢 应该说它的这个整体表现呢 还是值得信赖的 它跟车的过程呢 能够比较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距离 同时呢 在遇到一些红灯啊 或者是停车的路段的时候呢 它跟停的这个过程呢 非常平顺自然 不会让你有一种非常突兀的一个减速感 综合来说呢 全新CRV给我的这个驾驶感受呢 就是一个非常平顺自然 而且呢 操控灵活 整体表现比较均衡的一个车型 那唯一的短板呢 就是在你全力加速的时候呢 可能它给到你的这个爆发力不是那么的强 而且动力输出呢 不是那么的直接 应该说本田系的SUV呢 它在操控方面呢 基本上都不会让人失望 那全新CRV呢 也延续了这种比较灵活好开的一个传统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全新CRV的几个特点 首先它外观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让人眼前一亮 是个亮点 第二个呢 是它的内饰跟思域是同款的缺少了一点心意 但用起来呢也没有什么毛病 配置方面呢也达到了主流的水平 空间上我们试驾的这台是七座的车型 它的第二排空间呢灵活多变 而且呢 空间表现依旧是比较的宽松 第三排呢应该说只是和成年人短期应急使用 如果长时间乘坐的话可能是青少年更加的合适 在驾乘感受方面呢 这台车依旧是给人非常平顺自然和均衡的操控表现 好了 如果你对全新CRV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欢迎留言给我 今天的试驾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